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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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的第二講 我們就要從 進入到我們整個具體的課程的內容 我們從上古時代開始介紹 我們整個課程安排 從上古一直講到現代 我們談一下上古的軍隊跟戰爭 那為什麼要談上古的軍隊跟戰爭 這個一般而言歷史是 詳經而掠古啦 就是說我們對於越古 遠古的時代 其實知道的越有限 那我們應該是對現代 離我們比較近的時代 我們知道的比較清楚對不對 可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面 又有一個麻煩 就是你講到中國歷史 那個遠古又變得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傳統的中文 就很為黃金時代在遠古 在三代 夏商周 是他們所謂的黃金時代 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 你可以看到讀書人 不斷的反覆的說什麼 三代的制度如何如何 三代之治如何如何 三代聖王如何如何 等等等等 一天到晚都會跟你講三代 所以有這種事說 這個遠古的歷史 我們所知其實有限 可是他在整個中國歷史發展上 他又卻又趨於一個關鍵的這個重要地位 三代傳說中的三代制度 一直是中國政治上面的重要傳統 就是說大家一直在反覆覆的提到 三代的軍事體制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講到這個中國的軍事體制 然後你會看到所謂的反覆的三代之治 這個出現 然後他是成為後世模仿的對象 所以我們講到中國軍事的歷史 軍隊的歷史不能不談三代 可是問題就來了 上古時代戰爭都要怎麼談對不對 你要怎麼去看上古時代戰爭 這個所謂三代距今三四千年 一方面文獻非常的缺乏 人都掌握的文獻非常非常的有限 而且這些文獻要在解讀上面又很困難 你說好 我們現在挖到甲骨文 可是問題是你去看看甲骨文對不對 那個怎麼解讀 這很難 所以我們要了解遠古時代的戰爭方式 跟軍事規模都非常的困難 因為文獻不足 你說好 文獻不足我們就靠考古對不對 那好 那考古呢 考古呢帶給我們什麼 沒有錯 從二十世紀以來 中國的考古非常的發達 這個透過這種西方引進的這種考古 古學的這個技術跟知識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考古成果 非常非常多 那這些考古發現給我們什麼資訊 第一個 兵器 我們可以挖到一些兵器的遺跡 那最常見的是什麼 就是箭頭 像這樣 這是最容易找到 大概是因為這個在古代 這個箭還是最常 就弓箭是最常使用的一種武器 你看看這種箭頭 各式各樣的箭頭 這個下面的這種箭頭 基本上是這個用骨 用比方說動物的骨頭 或者這個石頭來製作 所以它的造型都比較簡單 那上面的這個箭 你會看到這些上面的箭 基本上都有倒鉤了 這種都是用金屬做的 那這種箭 這種有倒鉤的箭 跟下面這種箭比起來 當然它的殺傷力就強很多 你可以想像 這種箭射到你的身體 你要拔出來的時候 連你的肉跟你的組織 整個組織都拉出來了 所以那種箭這個威力 下面的這種比較原始的箭 當然都這個 殺傷力其實有限 可是你到發展到金屬的箭頭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殺傷力非常的大 那你看到這一支箭還很特別 它還是有鏤空設計 來減少飛行的阻力 所以箭頭是我們最常找到的 然後我們還有的時候 會在一些人骨的化石之中 找到這種箭頭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那個 人不會天生長出一支箭頭 在它身體裡頭對不對 這箭一定射進去 那你可以想像那個化石的主人 大概也就因此而死掉 這都可以讓我們展受到 戰爭的一種殘酷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常常看到的像什麼 石斧 石毛 石刀 好 有戰爭 有攻擊 就有防禦 那中國防禦的技術 也發展得很早 為了因應戰爭 所以有防禦攻勢的修竹 距今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遺址 已經可以發現村子外面 有夯土的遺跡 就是說在中國的北方 我們說竹城 竹牆 最主要都是有夯土 因為中國的黃土 這個非常的細 而且帶有一點黏度 各位有機會的話去中國北方旅行 那這種東西 它很適合拿來把它捶食以後 因為它又細又有黏性 所以你把它捶食 放兩塊板子上中間填入黃土 然後把它壓食以後 板子拿掉它就不會倒 所以它可以拿來築牆 早期我們看到的城牆遺跡 就是這種夯土遺跡 比方說 這個在現在河南驗屍發現的所謂的商城 然後據說是這個商代的建立者 湯的都城 在古書裡頭叫做西柏 這不是好啊 比好少一盒 西柏 然後考古發現了一個長約1100公尺 寬750公尺 大概是建築於西元前1600年前的這個遺址 就是河南驗屍的商城 那怎麼發現這種東西 有一天如果有一個旅行社 他打一個廣告說帶你去河南驗屍看商城 你不要期待說你坐飛機到了河南 然後再坐巴士 然後千辛萬苦到那裡 你可以看到一個城牆 對不起三千年前的東西 你不可能看到什麼城牆 什麼叫做這個遺址 它是往地下挖 黃土高原去往地下挖 挖挖挖挖挖挖挖你會挖到什麼 黃土 黃土高原你在地下挖挖挖挖還是黃土 那可是你會發現一些黃土 它的顏色跟質地跟旁邊的黃土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黃土是天然堆積 可是有一些黃土經過人工的垂石 人去打過 它質地緊密 顏色不同 這個就你看看到這個照片上這個 它跟它的顏色比較白對不對 跟旁邊不一樣 因為它質地不一樣 很簡單 考古學家找到了帶狀的這種夯土的遺跡 他說這個就叫做城牆 因為他找到了一個矩形 大面積的矩形 然後上面又看到了一些圓孔 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叫做宮殿 那為什麼為什麼那個叫宮殿 因為古代的人做宮殿的時候 也就先去垂一個夯土的台 夯土垂一個台子 在上面立柱子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這種矩形的 經過垂石的夯土的遺跡上面會有一些圓孔 這個就叫做宮殿 你就說找到上代宮殿的遺跡 你會看到什麼雄偉的宮殿 對不起你看到的一樣就是跟這個一樣 這個是帶狀的 所以他說這個叫城牆 你看到矩形的這種荒土遺跡 就有所謂的宮殿遺跡 這就是考古能夠告訴我們的資訊 也就是說這種考古遺址 他們給我們的資訊其實往往不是那麼的確實 2000多年前如此 這個即使距今時代燒盡的城牆遺跡 往往也是如此 6年前我到這個山西北部的大同 去做這個考古這個遺址的調查 然後我們到了大同 然後第一個行程說那個當地的人 這個當地的專家說 要帶我們去看北魏平成的遺址 北魏平成就在現在的大同 那北魏我們知道是這個 由鮮卑人建立了正確 他們一開始進入中原的時候 就在這個平成就現在大同來定渡 所以有修建城牆 所以當然很期待說你要去看這個北魏平成遺址 你會看到什麼 所以我們就坐了這個遊覽車 然後在城市裡頭要來繞去要來繞去 然後最後在這樣的一個東西前面 車子停下來 然後我們就下車 當然我當然是滿腹的懷疑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垃圾桶在那邊 上面還有一支掃把對不對 對 真的很奇怪 然後就下車以後他們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看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夯土的遺跡 我們可以跟各位講過 在中國的北方這個城牆裡面是夯土 外面貼了磚對不對 那時代久遠以後那外面磚 常常都被人家扒掉拿去蓋房子 然後就剩下這個夯土遺跡 夯土遺跡風吹日曬雨淋 然後就會就變成這個德行 那你可以看到旁邊都蓋了房子 其實只有這一塊夯土被保留下來 為什麼他被保留下來 因為他被認為具有歷史的意義 所以當然你可能直覺上就說 那這個夯土就是北魏平城 北魏平城留下來的嗎 然後那個但我們去的專家說 不是他說這個是明代的大同城 明代大同城 那你帶我看明代大同城幹嘛 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不是帶我來看北魏的城牆嗎 結果我們就走過去 他說這個是明代大同城的遺跡 他說可是請你看這一個地方 就這一塊 你看顯然這個是被人挖過 把他挖進去 挖了一塊 好 那我們把我們這一塊 他們說要我們看的地方把它放大 好 各位會看到什麼東西 第一個你應該會看到這上面的圓口 對不對 這個圓口 這是什麼 好 這個是以前在做夯土的時候 這個你為了要讓這個夯土能 那個不要塌下來 其實會在裡頭放這個木條 好 所以你去看這個夯土的遺跡 你都會看到這樣的圓形的孔 這就是以前的木條 但是後來埋在地底下就 埋在地下就爛掉了 所以就剩一個圓口在這裡 這種都是圓口 所以你看到那個土 你會有這種通常都表示它是夯土 它不是自然堆積 它是人把它弄出來 那其實各位看 你會發現這裡的夯土的顏色 比上面要來的深 這邊的夯土 比上面要來深 那為什麼 那這個康布格專家告訴我們 他說因為 這個過去的人在修成的 在築成的時候 他們往往會在舊有的城的基礎上面 繼續的來增建 就是說舊的城你可以想像它是夯土 時代久遠以後它倒塌 壞掉 那後來的人要在築新城 那築新城的時候 它是不是從頭開始建 那當然不是 它為了省力 它就會在以前人夯土 留下來的那個遺址上面 開始來增建 所以以至於 時代越久的夯土 它就被壓在最下面 修一字城它就被重新打一次 因為它就永遠在壓在最下面 然後上面一直在打它 所以它最可憐 所以它的質地就變得 越來越緊密 因為它不斷地被打過 修一字城就把它打一次 所以質地越緊 它顏色越深 所以它就說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夯土城 那個當時 當地的考古學者分析 說這一個城是最 這一城是最舊 然後中間一城是比較新的 然後最上面的是明代 所以他們就推測說 最下面的這個夯土 就是北魏的平城 因為那是第一次在那邊 開始建城 然後中間的是 唐代建大同城時候的夯土 然後上面是明代的夯土 你說這算什麼 這個完全都是用猜的 沒錯 它是用猜的 因為你不可能挖到一個夯土 上面寫一個牌子說 此乃北魏平城 再挖到一個牌子上面寫 此乃唐代大同城 不可能 考古的資訊 因為常常是帶有推測性 這是無可避免的 他們考古學者必須根據這些出土的 這些資料去加以判斷 然後加以推測來比對 在這個地區的這個歷史的紀錄 來推測說這個東西是神 所以有點失望對不對 就是說你想要看什麼遺址 遺址其實也不是 就是一個大夯土裡頭的一城而已 就如此 就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後來也去看了什麼 北魏的宮殿啊 就我都沒有照照片 因為你可以想像那個北魏宮殿遺址是什麼嗎 就是一個地下往下挖 挖到了一個夯土的平台嗎 上面有幾個圓洞嗎 那個就叫做宮殿遺址 就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用再照照片 那為什麼要花這些時間來跟各位講 主要的原因是要告訴各位 沒有錯 然後到了20世紀以後 我們研究歷史 經常的借助考古的資料 可是考古的資料其實 往往不像一般人想像那麼的有用 就是說你一挖就挖到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它解決了很多很多問題 這個並不是這麼的簡單 很多的考古資料其實是像這樣子 它的提供的資訊其實還相當的模糊 它需要透過專家的推測想像研究去拼湊這些資訊 然後讓我們知道稍微多一點 如此而已 所以因此我們要研究這個古代的軍事 古代的戰爭 一方面文獻很少 一方面考古的能夠提供的資訊 其實也相當的有限 所以的確相當的困難 所以到底在遠古時代戰爭的形態是什麼 受限於我們能夠取得的資訊 我們不敢說我們知道的很清楚 基本上我們知道的不太清楚 那在現存的資料裡頭 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戰爭型態是車戰 可是車戰絕非最原始的一種戰爭型態 因為我們知道當人類開始使用戰車來進行軍事活動的時候 它已經代表了這個文明發展到相當高度的一個水準 它已經這個不是一個這個剛開始發展的一種文明 為什麼 因為當你要這個使用戰車的時候 你對於器物的製造 你要開始會坐輪子 你會不會坐車對不對 你已經在器物的製造水準上面已經到達一個程度 然後你要會什麼 你要會訓揚這個馬匹 那個野馬你要知道怎麼樣把它捕捉 然後這個帶回來加以訓揚 要那個馬能夠為人所控制 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還有在戰車上作戰必須要使用長兵器 所以它不是那種傳統的短的刀劍 而是你要會製作長的兵器 你要會使用長的兵器 這些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時在戰車上作戰 它也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它往往要做一些分工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在戰車上作戰要有分工 所以一個文明開始使用戰車 也代表了這個文明的政治組織 已經發展到相當的水準 它足以動用相當的人力 而且已經有分工的概念 就是大家有一種概念說 我在這個戰車上 我做的是某一個特殊的工作 各司其職 要使用戰車來作戰 它也需要動員很多的人力 來支持這樣的這種戰爭型態 所以它也代表了政治組織 已經發展到一種成熟的階段 好 講了半天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在中國古代的戰車到底是什麼樣的 這是一個在商代遺址 這個就是墓葬 商代墓葬遺址 這個發現的這個居馬坑 中國古代的貴族 他們講究後葬 就是說他們死了之後 他們的葬禮他們的墳墓 是這個修築的非常的這個精美 然後有大量的陪葬品 我們稱之為後葬 那這些陪葬品 都是象徵這個貴族他生前的一種地位 所以一般的學者推測 就是說這種陪葬品基本上就是 這貴族他生前使用的這些東西 在他死後就跟他一起來下葬 在商代的墳墓裡我們經常看到的 一種陪葬品就是所謂的居馬 他這個平時所乘坐的車跟馬匹是一起埋葬的 所以你在這個車子的遺跡旁邊都會看到馬的骸骨 因為他們是一起被埋在地下 那這種 這個 在貴族的墓要修築這個居馬坑的這樣的一種習慣 其實一直延續到這個春秋戰國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 春秋時代的許多墓戰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大量的居馬坑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車 兩個輪子上面有一個站的地方 好像這個這個這個台子其實很小啦 你可以想像的很難做 車軸 這個 然後兩匹馬 來拉著這個車子 好這樣的一種 這個車子的形態 到後來其實沒有太多的改變 比方說我們在春秋時代的這個國國 這個春秋時代一個小國叫國國 一個貴族的居馬坑裡頭看到的車 跟你剛才看到的商代的車 沒有太多的改變 也是一樣兩匹馬 一個車子很簡單 車的構造非常的簡單 好我們剛才看了這照片 我們把學者把這樣的照片 他們挖出來的這個車子做了一種復原 看一下這個復原圖 然後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車子 這是一個後視圖 從車子的後面來看 這個圖一是一個後視圖 看到很簡單 車種兩個輪子 上面一個站的位置 就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前面這個是拉馬的院 這個掛在馬上 然後車子 這是一個測試圖 這個車子 車桿 然後這是馬院 這邊前面是馬就是掛馬 然後馬在前面拉 這很簡單對不對 車子的構造非常的簡單 那所以站車要怎麼在作戰 站車要怎麼作戰 人站在上面 人站在上面 好 一邊持怒一邊持長兵器 好一邊持怒一邊持長兵器 所以你覺得這個車子上至少要站幾個人 四個 再來四個人 要是四個人 OK好 很好 也就是說 柳英說得很好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歷史學家跟各位一樣 當你看到了這個車子以後 要開始想像 戰車子 戰爭 是怎麼樣在這樣的車子上來進行 好 絕大部分是靠著想像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什麼商代的文獻裡頭 或者西周時代的文獻裡頭 看到任何的資訊告訴我們 車戰是怎麼進行 我們把這個透過考古把這樣的戰車 好挖出來 我們把它做一些這個復原 這種等於是這種復原圖對不對 然後之後剩下的工作 其實是使學家要做許多的想像 好 剛才同學說 這個他覺得這個車子 在這戰車上面作戰要四個人 好 然後我要想請各位繼續想像的是 這樣的車子上戰場去作戰 它如何可能 它有沒有什麼可能 它有什麼缺點 或者它有什麼優點 你想像你駕了這樣的車到戰場上去 這車會很穩嗎 有時候不會很穩 為什麼不穩 為什麼這車不穩 你手上有一個道理 不能憑空想像對不對 可以憑空想像 可是想像完了要講一個道理 好 為什麼不穩 它是馬拉的 它是馬拉的 然後呢 地會不平 馬容易嚇到 馬容易會驚嚇 地可能不平 然後呢 它只有兩個輪子 它只有兩個輪子 所以兩個輪子它一定不平嗎 一定就不穩嗎 因為它沒有避震器對不對 這車子沒有避震器對不對 你看得出來它沒有避震器 你看過車 你知道避震器是很重要對不對 那同樣的你開現在的車子 會有一個東西是這個車子上完全沒有的 就是轉向器對不對 你現在開車你要讓那車子會轉動 那這個車子有轉向設備嗎 沒有 它完全沒有轉向設備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樣的車子 你駕著它上戰場 第一個它非常顛簸對不對 非常顛簸 第二個它其實它操作並不方便 它不容易轉向 但你就是駕著它往前衝啦 OK啦 可是期待你不要衝到前面 有一個大水坑 那你要讓它轉彎說你避開這個水坑 其實那你可能要很早的讓馬開始轉向 因為它不可能到前面來一個什麼90度啊 這個45度的轉彎 它很難 對不對 也就是說這樣的戰車它在戰場上的時候 它不太能夠改變方向 它大概就是能往前衝對不對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還有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的車其實非常容易損壞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這個車到了戰場上 這個地方叫車骨 這個就是車輪旁邊的突出步 這個所謂的車骨 這個地方只要一撞斷 車輪就掉下來 對不對 所以它非常的 其實它非常容易損壞 你跑的時候不管撞到什麼 比方說撞到旁邊的車子 不管撞到任何的堅硬物品 把這個車骨撞斷了 車輪掉下來 這個戰車就不能動對不對 不能動 而且很難修對不對 車輪掉下來 你要把它裝回去 太困難 好 所以我們大概已經可以想像出來 這個這樣的戰車上戰場 它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理解這樣的問題時 你還會覺得駕著這樣的戰車上戰場作戰是可能嗎 可行 可行 為什麼 為什麼可行 看起來很強 嗯 看起來很強 看起來很強 好 它叫 它這個馬拉著它 我們知道這個車子有兩匹馬或者四匹馬拉 然後向敵人衝過去的時候 敵人都這個看到了就會這個驚嚇 好 這是一種對不對 好還有呢 老祖宗都可以駕著他作戰行之有年了 憑什麼不行 你怎麼知道老祖宗駕著他作戰行之有年了 文憲聯論不是都有記載 春秋時期的流行車站嗎 文憲聯論不是都有記載春秋時期的流行車站嗎 文憲聯論不是都有記載春秋時流行車站嗎 可是好那春秋以前呢 也許春秋時代的人 他們的技術比較發達啦 他們比較能夠坐 那可是比方說 離春秋七八百年前的商代 他們真的能駕著他嗎 好問題 為什麼人一定要坐在戰車上 為什麼不在騎在馬背上 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沒有馬凳 馬凳出現非常的晚 我們現在還在紀元前 就是耶穌還沒有誕生 馬凳出現是耶穌誕生以後 這個西元後的 這個 在中國當然什麼時候出現馬凳 這是非常爭議的問題啦 可是大概都總要到了三四世紀 紀元三四世紀以後 我們現在目前還停留在那個 西元前這個一千年到這個四五百年前 四五百年 所以 為什麼當時人不能夠騎在馬背上作戰 因為 紀數 不只是馬凳 馬鞍在這個時候都還沒有 比如說因為非常 這個我們還停留在遠古 比較遠古的時代 人要騎在馬上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 有一匹馬我只要把他訓養好了 我就兩隻手抱著他的脖子 兩隻腳夾著他肚子 我能不能騎 可以騎 對不對 人要騎馬 不難啦 說實在的 你就這樣騎啊 問題是你怎麼作戰 你不能作戰 你不能這樣抱著馬然後朝敵人衝過去 這不送死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是要送死 所以你要騎在馬上作戰 一定要讓你的手能夠空出來嘛 能夠使活動 對不對 你手要拿來使用武器 你才能騎在馬背上作戰 那當然你就需要很多 輔助的設施 包括同學說的馬燈 馬燈 馬燈啊 配頭啊 江神啊這些東西 所以那個都好 後面 所以在遠古的時候 人沒有辦法騎在馬上作戰 他們只能讓馬拖著車子 讓他們去作戰 可是問題是來的 很多學者認為 在戰車上作戰非常的困難 第一個 你在戰車上如此的顛簸 我們說了 戰車 對它構造非常的簡單 所以你在上面很顛 然後我們也剛才也看過 這個考古挖出來的車 這個車上站的位置 其實非常的小 對不對 又很矮 所以呢 你站在上面 不可能坐在上面 你一直只能站在上面 它很小 你站在上面 其實還蠻容易摔下來的 你想要馬一跑然後一頂 怎麼少了一個人 一個人不見了 還沒打仗一個人就不見了 然後它其實運動也不是那麼的方便 因為它不容易轉向 所以有一派的學者認為 戰車不是拿來作戰的 戰車是拿來做運輸之用 就是戰車只是把人運送到戰場 然後到了戰場以後 士兵是下車來佈戰 那戰車做什麼呢 戰車是用來給指揮官 因為戰車比較高 這個指揮官在戰車上面 用戰車上的骨跟驚奇 來指揮士兵來作戰 所以有一派學者就認為 戰車不是真正就在 兩軍駕著戰車在那邊衝鋒陷陣 真正在戰車上面進行撕殺 所以這是一種說法 為什麼會這樣 這種奇異嗎 還是我們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所得的資訊 非常的有限 很多都要靠我們的想像 這個你可以想像 歷史學家 其實他所擁有的 跟在座各位所知道的 這個相去不遠 其實大家都是要靠想像 不過還是有很多的學者 主張士兵是在戰車上面進行作戰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跟剛才同學說的 因為在春秋時代的一些文獻裡頭 他所描述的那種戰爭方式 是士兵在車上相互的攻擊 好那我們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在戰車上面來相互的攻擊 你要有一些武器 那一種武器 就是所謂的長兵器 就是鴿或者擠 早期是用鴿 擠是比較晚的 鴿比較原始 你可以看到鴿 那擠是在鴿的基礎上面 這個發展出來的 那我們在考古裡頭發現的當然都是金屬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這種金屬的鴿頭或者擠頭 是裝在這個長的木桿上面 那木桿不可能留下來 我們只看到金屬 這種武器 它主要的用途是用來勾 所以這種武器又稱之為勾兵 這個在古文裡頭稱之為勾兵 因為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把敵人勾倒 把敵人從車上勾下來 把馬勾倒 或者把敵人的車子勾壞 這種來使用 好一般的學者認為戰車上面有三個人 就是主張這個勢兵是在戰車上面作戰的學者 其實這種意見的人比較多 比我們剛才說的 認為戰車是不能拿來作戰的 那一派學者基本上是比較少的 多數的學者基本上認為 還是這個勢兵是在戰車上作戰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因為我們在春秋上的文憲 春秋時代文憲看到是這樣 好一車三人 中間一個是駕駛 他主要的工作不是來 不是作戰 而是讓這個車子去運動 繼續的奔駛 在他的左邊是弓箭手 主要的工作是射箭 右邊是直藏兵器的 在春秋戰國的文憲稱之為車右 因為他站在車子的右邊 這個人就被稱之為車右 他最主要的任務是使用長兵器 去攻擊對方 那各位看到的圖是一位學者 畫的車戰示意圖 他說根據他的這個理解 車戰是這樣進行 在這個我們先看左邊這個圖 在這個圖裡頭畫了兩個大圈 畫了一個大圈跟一個小圈 這所謂的大圈 他的示意是說 車右使用這個割的時候 他可以攻擊到的範圍 所以他畫了一個這個大圈 就是數字二 數字二 這個大圈裡頭有一個小圈是數字一 他是說 如果這個車右使用他隨身的短的劍 他可以攻擊到的範圍 是這麼這樣子 好那右邊這個圖是一個測試圖 就是說如果我們從側面看這個車右 那他使用鴿可以攻擊到的範圍是這個 然後使用劍是這樣子 好這個是一個學者畫的車戰的示意圖 這個如果各位上網去Google什麼車戰 你大概最容易找到的圖大概就是這一張 這個是一個大家非常長期 這個一般討論車戰非常常見的一個車戰的示意圖 好有沒有問題 大家看這一個圖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為什麼是四P嗎 為什麼是四P嘛 因為在春秋的文獻裡頭 多半說這個戰車是四P嘛 可是我們在考古通常看到的是兩P嘛 所以有一學者認為說 當時的戰車如果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他就是平常這種交通的設備啦 好運輸的設備他是兩P馬拉 然後到了戰爭時代為了增加他的速度 就會用四P馬拉 好這是為什麼這個車戰示意圖畫的四P 好如果大家覺得看這個圖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要請各位想一想 這個圖他在畫的時候 好在我看起來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圖是有 所以有很多其實不太合理的地方 好為什麼講說 是 長兵器攻擊範圍有點太誇張了 好很好 看到第一個問題 這個學者大概為了方便啦 就拿圓規畫了一個 這個長兵器攻擊範圍圖對不對 可是很多問題很多事情不能用圓規畫對不對 這個你畫了以後看起來看起來有問題對不對 就第一個 這個車幼他拿著哥的時候 他大概不會往他的左手邊來攻擊 因為他左邊擠了兩個人對不對 他擠了他兩個同僚 結果他的哥往左邊一揮 欸怎麼駕駛不見了這樣 他打下去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大概不太可能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這個 左邊這個半部這一圈大概都應該插掉了對不對 ok 然後他可能往前方來攻擊嗎 大概也很難 因為往前面攻擊會砍到自己的馬對不對 你知道戰車在運動 你又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你大概不會隨便去揮 而且也沒有必要啦 因為我們知道兩輛戰車不可能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接近嘛 他不是玩對撞遊戲對不對 你駕著你的戰車朝敵人的戰車撞過去 就算人想這樣子馬也不幹啊 難道兩個馬要去kiss嗎 不也不好吧對不對 所以馬就算你人要他往前衝馬 大概到了最後的時候 他也會想辦法要閃過他前方的障礙物對不對 所以兩輛戰車不可能以頭對頭的方式 這個去互撞 所以在戰車上的人也不太可能說 我往前面去使用我的哥來攻擊 因為第一個 不太可能出現敵人 第二個太危險嘛 總不會覺得自己戰馬太多 所以我覺得四馬太多要砍掉一匹這樣 沒有道理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知道 哥使用的範圍大概就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啦 也就是說 在兩車交會的瞬間 我們說他不會對撞 他一定是兩車接近以後 雙互交叉過去 兩輛車交叉過去 在交叉過去的瞬間 他使用他的哥來攻擊敵人 所以他大概就只有在他右手邊 一個大概45度的這麼大的一個弧度 大概是他可以使用的範圍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劍的這個圓弧 在我看起來也應該要擦掉 為什麼 因為 車友在戰車上面 不太可能使用劍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兩車交會的瞬間 你的劍是完全夠不到你的敵人的 你從測試圖來看 你使用劍到底要做什麼呢 砍天上的鳥嗎 還是要砍自己的車輪 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劍不是一個在戰車上面作戰 所使用的武器 它是一個 當戰車損壞的時候 然後車上的士兵 他只好下車來佈戰 在佈戰的時候 他就可以使用他的劍 是這樣 劍是他隨身的武器 是 到了這個下車的時候 所以當戰車是完好的時候 車友只會使用長兵器 來跟敵人攻擊 這個如果各位讀過儲詞的國殤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學課本頭被拿掉了 這個 現在教書很難 這個 常常我們跟學生之間 越來越有代溝 隨著時間 我越來越老 這樣子 這個很多以前我們讀的 現在學生都不讀了 這個儲詞的國殤裡頭就說 車挫股吸短兵接 什麼叫車挫股 兩個戰車交會的時候 把車股撞斷 我們說過車一挫股 車股一撞蛋 車輪掉下來 所以 對不起 大家請下車 下車以後怎麼樣 拔出你的短兵 長兵器已經沒有用了 拔下你的短兵 短兵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溫線裡頭 你也可以看到 劍這種所謂的短兵 他是一個下車部戰時候的武器 而不是一個在戰車上來使用的武器 所以因此我們大概可以說 當然你可以不相信 戰車是在 車戰是在戰車上進行 我們說過 有一派學者是這樣主張 那如果你接受的是 車戰是在戰車上來進行的 這樣的說法的話 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的說 戰車的作戰方式是 遠距離的時候 左邊的弓箭手射箭 這個相互在這個車子距離還遠的時候 這個相互的射箭 然後在雙方的戰車接近以後 在戰車交匯的瞬間 車右用長兵器 用割或者擠來相互的攻擊 來進行這個車戰 好所以在這樣的一種 對於車戰的理解 我們看一下在文獻中的記載 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些印證 就是我們看儲詞的國燒 他說操無割西批西甲 戰車上的士兵是有盔甲的 然後我們操著這個割 這個使用割 車錯股西短兵間 金碧日西敵若雲 戰車上會有驚奇 敵人很多像雲一樣 史焦若西勢爭先 戰爭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大概就是這種史焦若 這個雙方開始距離還遠 所以開始相互的射箭 射箭完了以後 雙方開始衝鋒 所以才會有這個所謂的 鄰於正西見於航 這個大家開始 短兵這個雙方的戰車 開始相互的衝鋒 正式開始錯亂 因為這個敵我就開始交錯在一起 然後在這場戰爭的時候 當然很快的人跟馬都開始受傷 左餐一息又認傷 左邊的馬被砍傷了 右邊也受傷了 這個馬被砍傷了 車子也錯股了 怎麼辦呢 買兩輪西直四馬 就把車子放棄 戰車就放棄了 就開始下車來進行部戰 援玉袍西疾鳴骨 那在交 這個雙方作戰的時候 主要的指揮的工具就是骨跟琴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國殤的描述 天使墮熄 威禮怒 岩沙盡熄 氣圓眼 初步入膝 往不仿 疲岩 路呼吸路超遠 這個都是指這個 戰敗的一方 這些為國犧牲的人 他們這個雖然死了 可是他們的英靈仍在 然後帶長見熄 夾行公 守身離熄 心不成 所以你看整篇的國殤裡頭 大概告訴你在戰車上面會使用的武器 鴿 披著西甲 然後呢 弓箭 還有隨身的這個長見 就大概是這些東西 然後戰爭的方式 大概就是 遠距離用弓箭 交錯的時候 用這個鴿 然後下車步戰的時候 就使用隨身的劍 除了文獻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實物的這個圖像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一個戰國時代的 銅鏡的背面看到了這樣的一個文式 這個文式到底在畫什麼 有一些藝術史家認為是狩獵 所以有一些藝術史家稱之為駕車狩獵圖 可是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車戰圖 我個人不覺得它是狩獵 因為我沒有看到野獸 我不覺得這個是野獸 你覺得這個是野獸嗎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這個 對 這個布戰 在拿劍相互的攻擊 這車上的人看起來是用長兵器在攻擊車下的人 然後這邊這個人身上有劍對不對 然後它是一個駕車的人 它前面有四匹馬 這一個圖也是兩匹馬 拉著車 然後上面的人帶著劍 然後這邊是一個弓箭手對不對 這是它是一個弓箭手 那請問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旗子 驚奇 為什麼我們可以判斷它是驚奇 插在車後面 然後飄來飄去 對 插在車後飄來飄去 而且它飄的方向跟馬行進的方向相反 對不對 都是 它飄的方向跟馬行進的方向都是相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 旗子飄的方向本來就是這樣 對不對 它一定跟你行進的方向是相反 所以大概從這樣的食物的這種圖像 我們也可以大概的知道 車站的一種進行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啦 至少從春秋戰國時代的文獻 跟當時留下來的一些食物的這種 這種形象的資料 我們大概可以說 在那個時代以後 車站是在戰車上來進行 好 如果我們用這一 我們認為春秋時代的車站 是我們剛才所描述的那樣 然後我們再用這樣的這個資料 去反推商代的戰爭的話 就是說 我們也說 我們看到商代的戰車跟春秋時代戰車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反推回去 那我們大概可以這樣子對商代的戰爭 有以下的這樣的一個描述 當然我還是覺得這樣的描述 不是那麼的絕對的正確啦 不過我們大概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商代的戰爭是以戰車為主力 一車四馬 每車有戰士三人 左直哥右為設事 你看 你說問題來了 為什麼剛好跟我們剛才描述的相反 這個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才對於這個車站的描述 是根據春秋戰國時代的資料 從文獻上來看 是 左邊是弓箭手 右邊是哪直哥的車右 在商代文獻裡頭當然沒有描述 站車上哪一個哪邊站的是弓箭手 所以那為什麼學者會說 左邊是直哥 右邊是色氏呢 理由很簡單 因為考古的發現 我們考古挖的時候挖到一些戰車 在戰車的左邊我們找到了哥的金屬頭 金屬的哥頭 然後在右邊我們找到了箭頭 所以就做這樣的推論 那你說為什麼跟周代相反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挖到的就是這樣 那你說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考古資料 就百分之百確定商代的士兵就是這樣站的 我個人也抱持懷疑的態度 我也不這樣 我也不這樣覺得說 我們只有百分之百可以確定 我也不認為可以確定 也許就是我們挖到的椅子 剛好上面有那個東西啊 他也不一定就絕對的反應 是這樣子站 不過我們就是說 簡單來說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考古資訊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推測 然後三代軍隊的組成是五車為一個單位 五車為五 然後五個五為一個行 然後協同作戰的部族 則是十人為一列 那戰車作戰 根據我們剛才的分析 大概他的作戰方式是這樣子 遠距離用箭交錯的時候用割擊 近身戰的時候在商代是用刀 周朝人則用箭 這個商代人使用的近身武器是刀 周朝人才用箭 那箭理論上是比刀進步了 因為箭有雙刃可以砍可以刺 所以他原則上是比刀來的好用 好那到底戰爭的規模有多大 這就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啦 所以說你考古文再怎麼挖 你還是不知道一場戰爭到底有多少人參戰 對不對這個是很難 那我們只能從文獻上看 從甲骨文裡頭我們可以看到 甲骨文裡頭記載了幾段 這個傷亡真兵的資料 在這幾段資料裡頭最多的 這一次真兵可以到達數千人 同樣的我們可以在甲骨文裡 看到這種派軍出征的資料 大概每一次派軍最多的狀況之下也是幾千人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推測 當時的戰爭比較大規模的戰爭 一方動員的數量大概就是幾千人 幾千人 那商朝的軍隊是如何的組成 這個當然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我們大概只能這樣的推測 就是說學者在一般認為 商朝的軍隊是以商的王族為基礎 就是說跟商王屬於同一個氏族的人 他們來作戰 為什麼 因為跟商王屬於同一氏族的人 他們是屬於統治階層 他們有保衛他們政權的這樣的一個責任 所以他們為了保衛他們的統治權利而來作戰 那王族之外的人 就屬於被統治階層 這些人在甲骨文裡頭稱之為重 這些被統治者最主要的工作是農耕 那不過在甲骨文裡頭我們也曾經發現 自重以徵法抹方 商代的外族都稱為方 什麼人方鬼方等等 都稱之為方 自重以法抹方的記載 不過學者還是認為 大概這些重 就算被徵集了 大概也只是從事一些輔助性的任務 而非真正作戰的主力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古代這個當兵是一種權力 這個戰爭規模不大 那掌握武力的基本上是統治階層 這些統治階層是不肯隨便的把這種 軍事的技術啊 參與作戰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下放給被統治者 這個被統治者學會怎麼作戰 有可能會起來反叛的人 所以在古代這個戰爭規模不大的時候 參戰者大概都是屬於統治階層 而非這些被統治者 文獻裡頭有這樣的一個記載 記載沙王五丁爭討鬼方三年史克之 這是我們可以觀察當時作戰時間和規模的少數的線索 只是很不幸的這樣的線索也非常的不清楚 三年史克之到底是前前後後打了三年 還是斷斷續續打了三年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這樣子 不過這個就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你們能夠有這樣的文獻資料已經不錯了 就是說你不能要求太多 可是他能夠提供訊息還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不過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就是說這個周五王伐咒最有名的牧野之戰 周朝人說他們有多少軍隊有多少呢 他們說他們有榮居三百五十勝虎奔三千 然後周朝人說商軍有七十萬 這絕對不可能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這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這樣 在那個時代以後戰爭規模不可能這麼大 你看周朝的軍隊榮居三百五十勝 三百五乘三大概就一千多一點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虎奔三千 這個當然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爭議啦 有的學者說這邊的虎奔是指步兵 就是車兵有一千多多一點 然後再加上三千的步兵 那有學者說那所謂的虎奔呢是 虎奔三千是指周朝軍隊的總數 就大概一千多的是車兵 然後另外將近兩千是步兵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三千 這也就是說都有爭議啦 不過我們大概就是 我們也無從得到最正確的答案 不過我們大概就知道 周朝動員的軍隊大概就是 大概是三四千人 那商朝的軍隊大概也就這麼多 可能比周多一些 可是大概很難超過萬人 那個七十萬的這個數字 是絕對不可能 我們剛剛談的是商代的狀況 那我們看一下西周的 好 我們剛剛已經強調 我們剛剛的介紹其實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在車戰為主的時代裡頭 部隊的數量相對而言是不多的 這個不要動輒認為一個戰爭 就會有幾萬人十幾萬人不太可能 不可能這樣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頭我們認為 因為參戰的人數不多 戰爭規模不大 所以我們推測 在這個時代的軍隊的組成 基本上是由統治階層來組成 那我們剛剛說商代的軍隊 大概是以商的王族為主體 那西周的軍隊呢 大概是由市以上的這些貴族 來擔任 那我們知道在西周 這些貴族他們的基本的素養 就是所謂的六義 禮樂、射玉、書術 那射跟玉其實就是在車戰時候的技能 你要在戰車 你要駕車 然後在車上來射箭 所以我們的推測 大概在西周時代 貴族是戰車上的駕士 那至於車下的部族呢 則是居住在城中的這些所謂的國人 在西周有國也之分 因為西周時候一個國家大概就是一個城 城中居住的是統治階層 他們叫做國人 城外居住的叫野人 他們是被統治者 國人裡頭 有一些 國人裡頭的階級比較高 當然就是所謂的貴族 貴族也有分啊對不對 什麼清、大夫、氏啊 他們也有分階級 那一般的國人 他不具貴族身分的國人 大概就是協同作戰的部族 不過他們原則上還是屬於統治階層 城外的野人是從事於農耕 來供養這些 這個居住在城中的這些貴族跟國人 因此我們在西周的文獻看到 國人在政治鬥爭中 往往居有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我們看到了在西周時代 一些貴族他們可能因為得罪的國人 就國人這個職歌而起把這個貴族給 或者這個甚至國軍都給解決了 把他幹掉了 然後另外用力 另外一個貴族來做為他們的領導者 那為什麼國人可以這樣做 基本上他們擁有武力 所以他們可以在政治鬥爭中 扮演角色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故事 說兩派貴族在政治鬥爭的時候 他們會爭相的拉攏這些國人的支持 以便在鬥爭之中取得勝利 所以我們大概認為西周時候 軍隊的組成是這樣的 至於城外的這些野人 他們就是被統治者 在戰爭時代最多就是從事一些族城 供應糧草的輔助工作 而不具有武裝的力量 也不具備戰爭的技能 我們可以想像在車戰時代 你要上戰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沒有經過特殊的訓練 但你上了戰車就摔下來 這個大概是沒有辦法升任這樣的工作 所以因此這個平常接受涉獄 這種訓練的貴族才可能上戰車來作戰 好在西周時代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世襲的封建體制 這些被封出去的貴族 他們世襲他們的權利跟地位 形成一種貴族統政治 每一個貴族有他的才藝 每一個貴族有他所屬的這種氏族 他的才藝跟他所俠的氏族 就提供這些貴族最基本的實力 你擁有了土地擁有了人力 所以這個貴族就擁有實力 在西周的封建體制之下 政治權利是足極的往下來 這個分享 理論上的國家統治者是天子 可是周天子並非掌握所有權利的人 他的權利往下分封給各國的諸侯 各國的諸侯又再把他的權利 分享給這些代夫 對權利是足極的往下來 這個賦予來分散 那伴隨著這種政治權利的分封 軍隊也是如此 據說周天子擁有六軍 所以他說他權利最大 所以他軍隊也最多 這個諸侯 這個大國有三軍 小國只有一軍等等 這個當然不一定就真正是歷史的實情 這可能都是一個後來的人的這個說法 把他說得很整齊 天子六軍上大國三軍小國一軍 可能未必真的就是歷史的實情就是這麼的整齊 一個蘿蔔一個這樣的絕對 不過大致是這樣的一種概念 就是權利往下分封 那各級也有他的這個相對應的軍隊 然後即便這些最下層的這些代夫 他也會有他自己所屬的這個私人的武力 這些私兵 所以權利分封 然後軍隊也是這樣分封下來 那理論上 在每一級的貴族他所掌控的土地裡頭 這些居住在這些土地的人 他只對他只屬的這個領導者來效忠 比方說這個代夫的才藝 這些人民他們是對這個代夫來效忠 然後諸侯所的這個他所擁有的國 這個國他們效忠的對象是諸侯 那周天子只是名義上的這個國家的領袖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頭 政治權利是分散的 這個軍隊效忠的對象其實也是各擁其主 所以我們也知道後來當周天子的權威酸弱以後 這個周就陷入一種分裂 因為這個軍隊各擁其主他各自效忠他自己的這個領導者 這個沒有人能夠統帥整個國家所有的軍隊 這個就產生了後來的這個春秋戰國的種種的亂象 好那學者大概認為這個族籍這個貴族他所擁有的軍隊 大概都是以他自己的士族為主體來組成的 就是說代夫的士兵就是這些士兵哪裡來就是他的 跟他所屬的這個士族 然後諸侯他擁有的這個一軍或者三軍呢 那主要的組成者也是他跟他自己同屬同一個士族 所以學者會說這個西州時代軍隊的組成是具有一種士族性的 是一種以士族為主體 好所以這個西州時代的軍隊的特性就被描述成為具有士族性 然後他的指揮體系複雜成為這個時代的一種特色 好以上我們的介紹是現代學者對於西州時期軍隊組成的一種理解 我們簡單的歸納一下這樣的理解 第一個是軍隊數量不多 非常的有就是不會有太多的軍隊 然後當兵的就是參與軍隊的主要的是統治階層 然後他們的基本組織型態是以士族為單位 他們效忠的對象是他們各自的領主 這是我們大概現代對於西州軍隊的理解的幾個特色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我們現代的理解 因為漢以後的中國多數的讀書人 他們對於西州軍隊的理解跟我們現在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而這樣的對於西州軍隊的理解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漢以後的這些讀書人他們所理解的西州的軍隊體制 為什麼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變成中國歷史上一個理想軍隊的典範 那這個典範是什麼呢 請注意我們底下所說的 就是漢以後的讀書人認為西州軍隊的組成是配合景田制度而來 配合景田制度而來 不管你是居住在城中還是居住在城外 只要你耕作景田的農民都有當兵的義務 每一個農民的家庭出一人為兵 這個人叫做正主 每一個家庭 每一個農民家庭派一個人出來當兵 這個士兵叫做正主 而家庭其餘的壯丁就稱為憲竹 憲就是多餘的意思 在古文裡面憲是多餘的 所以稱之為憲竹 不論正主不論憲竹 你服兵役的時間是從二十歲到六十歲 二十歲到六十歲 你都有為國家當兵的義務 這樣的體制是把農耕與作戰相互結合 所以他們稱之為育兵與農 因為農耕跟作戰相互的結合 所以漢代以後的學者認為 中國古代的理想兵制是西周的兵制 這樣的兵制是配合景田制 它是一種兵農合一的體制 一直要等到戰國時代 把景田制廢除以後 兵民才分離 才形成了後世的軍隊體制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解釋 讓大家對於景田制這樣的名詞不陌生 景田制的概念是 國家的可根地以九百畝為單位 九百畝為單位來劃分 中間一百畝叫做公田 旁邊的八百畝叫做私田 這個叫景田制 一個農民的家庭耕作一百畝 一塊私田是一戶農民 一戶農民來耕作 然後中間的一百畝 是由八家來共同的耕作 每一個農民的家庭 他私田生產所得 歸這個農民家庭所擁有 中間的一百畝 大家共同耕作 生產所得就歸這個擁有土地的貴族 等於是中間的這個公田就是他們的稅 農民交給政府的稅 然後其他他們生產所得 就是歸他們自己所擁有 這種景田制度的概念 他被記載在戰國時期的文獻 請注意是戰國時期的文獻記載這種東西 這種概念 所以中國在西周時期 這個我們都知道西周時期 離戰國時期還差了幾百年對不對 戰國的文獻裡頭做這樣的記載 那這樣的概念是不是真正在西周時期實施過 長期以來是一個非常爭議的問題 中國古代多數的讀書人都相信 景田制是可行的 也被真正的去運行過 可是現代的歷史學家 基本上都不相信景田制是可行的 景田制為什麼我們現在不相信景田制是可行的 因為第一個問題就是 國家的可行地很難以九百畝為單位來劃分 這個 你要去哪裡找一個 找一塊如此平坦方正的可行地 中間呢不能有什麼山林啊 然後不能有這個湖泊河流 他就是一塊方方正正九百畝的根地 然後他可以做這樣清楚的畫分 我們覺得太難 在現實的這個環境中 你在這個書本文字上來畫很簡單 我們在黑板上畫很簡單 可是你要在現實上面去找這樣的一個地區 去把他做這樣的畫分 太難 這是第一點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景田制能夠實施 第二點 是在西州的時代裡頭 他的農業的技術 還沒發展到相當的成熟 以至於私人的耕作非常的困難 我們剛才說的景田制的概念是說 一個家庭可以憑藉著這個家庭的人力 去耕種一百畝的絲田 每個家庭分了一百畝的絲田 他就憑著他們家庭的人力 去做這樣耕種 我們也可以跟各位講 要做到這一點 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農業技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準 才能做這樣的事情 在上古時期 農耕是集體耕作的 農耕為什麼要集體耕作 因為你不太可能 憑著三五個人的力量 因為你沒有很好的農具 這個你要說我三五個人 就可以去耕作一塊土地 大概要等到你有金屬的農具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上古時代 這個金屬的冶煉技術還沒有發展出來 人使用的農具是什麼 石頭做的 野獸的骨頭做的 你拿那個野獸的骨頭 做成這個鋤頭 你想它可以除幾下 它可能除幾下就斷掉 對不對你就要換另外一個對不對 你用石頭的黏刀去割草 你可以想像這個 你一天割不了多少草 因為那個 你的手上的那個石煉刀 非常的這個不好用 當然我們都沒有這個經驗 就是說我們 我們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 我們想辦法用垂 你知道遠古時代那個農具 那個石頭農具 都是用敲出來的 你去敲一個石煉刀 然後來割割看 大概才能感覺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可能用金屬的煉刀 我們都不太會割啦 對 我們都割不了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都城市的人 不過你可以想像這個說 當你農具還非常原始的時候 你的耕作是非常不便的 所以在遠古時代的耕作方式 它往往是集體農耕 它往往要靠幾百個人的力量 去開發一塊土地 這塊土地上面原來都是原生的植被 然後人要到開發這個土地 選擇這塊土地 常常都是因為附近有水源 灌溉比較容易 所以人就去開發這個土地 然後幾百個人一開始怎麼樣呢 先燒荒 把這個原生植被把它燒掉 燒掉以後呢 幾百個人一起下去去整地 整地完 然後開始這個播種 然後去照顧這個土地 然後讓這個土地有收成 那這一個土地呢 耕作了幾年之後 通常就要放棄 因為不會施肥 所以那個土地的養分 會在耕作幾年之後 就消耗殆盡 那這個土地的養分消耗殆盡以後 你在播種那個也長不出什麼東西來 對不對 所以你就放棄這塊土地 然後另外再去找一個原生植被的土地 然後開始做同樣的事情 對 所以上古的這個農耕方式是集體制 要往往是幾百個人一起去耕作 然後呢是移動的 一塊土地不能夠長期的使用 它要往往是所謂的油耕 油耕它要移動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現實環境下 不可能發展出景田制 景田制很明顯的是 人已經開始放棄了油耕 它固定在一個土地上面來耕作 然後呢所以呢 開始有私有制的觀念 這塊土地就是我的 這塊土地是屬於這個家的 這塊土地是公家的 這塊土地是我個人的 那你要有這種觀念的時候 你基本上已經脫離油耕製了 你已經可以在一塊土地上面 長期的耕種它 耕到它十幾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 它才會有這種私有的概念 所以它很顯然是一個非常後來 才發展出來的一種這個耕作方式 它不可能是在西周時代 那個農具使用還很原始 農業技術還很原始的時代以後 就可能產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西周時代的農業生產 它還是一個集體耕作 它往往是一塊大型的土地 當然這個大型土地不可能這個 這麼的方正啊 我們隨便畫了 就是說大家在這邊要進行耕作 所以整個一塊大型土地上面 它的這個田耕的方向 往往都會非常的這個一致 因為大家要一起來耕作 所以這個你耕作的方式一定是一致的 你不可能說一塊大型土地 大家集體耕作 有人橫著耕 有人直著耕 對不對 很難 不可能這樣 所以我們不認為它這個景田治曾經正的實施 所以我們也不認為西周時候的這個賓治是配合景田治 因為我們不認為景田治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西周時候因為它軍隊的規模很有限 所以它也不太可能發展出一種概念是 每一個農民要出一個人來當兵的這樣的軍隊組成 如果每一戶農民派一個人出來當兵 那軍隊的規模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也不認為西周時代已經有這麼大規模的這種軍隊的組成 而且二十歲當兵六十歲免疫的規定也很奇怪啊 在那個時代裡頭人可能三四十歲就死掉了 怎麼會六十歲還要當兵呢 那個時代的人六十歲應該眼睛已經看不見 牙齒都掉光了還打什麼仗啊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這個一兩千年前的人這個營養狀態不良 又不懂得刷牙又沒有老花眼鏡對不對 這個到六十歲怎麼可能還有什麼戰鬥五六 那五十歲就沒有戰鬥能力了 這都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不相信 西中的兵字是像這個戰國時期 這個文獻如周禮 周禮這樣的書裡頭所描述的那樣子 那你說你不相信為什麼還要講 因為重點就在於此 我不相信可是中國人相信 中國很多的讀書人相信他相信了很久 這種景田治育兵於農的概念 在我們接下來的課程裡頭我會不斷的提到他 不斷的提到他 因為他是漢朝人認為的理想的兵字 他是唐朝人認為的理想兵字 他也是宋朝人理想的兵字 甚至到清朝都還有人這樣說 說我們應該要恢復景田治 我們要恢復育兵於農 所以這是一個研究中國古代軍事歷史 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長期以來 中國歷史上讀書人他們相信一個體制 這個體制是我們現在完全不相信的 可是他們認為軍隊組織的理想就是那樣子 育兵於農兵農合一政府不必花錢養兵 所以請大家記得這個 就是說這種對於西州兵治的理解 這個漢代以後的這些讀書人 他們對於西州兵治的理解 跟我們現在理解的西州兵治 可以說完全完全的不一樣 可是這個概念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對於中國日後軍事的歷史的發展 對於整個中國古代讀書人 如何看待軍隊他有一個非常非常深遠的影響 這個影響我們會在接下來的課堂上面 不斷的提到 那我們接下來談一下車戰的結束 車戰作為一個主要戰爭形態持續的很長 不過他基本上到了春秋末年跟戰國初年時代 就走入了歷史就衝突末路 那一般的軍事史家都會告訴你 這個西元前541年的一個戰役是代表了車戰的末落 這個戰役是當時的晉國的統帥 為了要對付活躍於太行現在太行山區 在現在的這個山西的太行山在裡頭這個活動的這個敵人 他下令他的部隊毀掉戰車 他說所有的人下車然後把戰車毀掉 毀車以為航 航就是步兵 他說所有人都要下車不戰 不要再使用戰車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要進入山區去追擊他的敵人 那戰車到了山區是完全沒有用 你可以說那樣的 我們剛才介紹的戰車 他基本上要在平坦的這個 平原上來進行作戰 他不可能進入到複雜地形 當然我們不認為這個歷史的演變是一個 這個什麼什麼一件事情 具有決定性 就是說541年以前就是車站 541年以後就是 就不是車站 我不曉得 這種歷史理解是錯誤的 我們只是說這個是一種 這個毀車以為航 541年 新人前541年 這個毀車以為航 這個事件他具有代表性 他代表了一種新的戰爭型態的到來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改變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戰爭的目的改變 戰爭的目的為什麼會改變 他是因為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當中國從一個地廣人息的狀態 開始進入一個人口越來越多 人口為什麼越來越多 因為農業的越來越成熟 發展越來越成熟 可以養活越來越多的人 人的營養狀態開始變好 所以人的壽命開始延長 所以人口數也開始增加 人口數開始增加以後 人就會去開拓更多的土地 它使得國與國的這個距離越來越接近 在遠古的時代因為地廣人息 國跟國之間都隔了大面積的無主地 因為沒有人要去耕作 所以他就荒廢在那裡 可等到每一個國家的人口開始增加 每一個國家都開始積極的去開拓新的土地的時候 國與國就開始越來越接臨 接臨以後衝突就增加 戰爭形態也就開始改變 在地廣人息的時代裡頭 戰爭的目的往往是圍城逼河 因為我們說過在西周時代裡頭 地廣人息一個國家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城 是它的中心 國與國距離遙遠 國與國要發生衝突 當時的戰爭形態往往是約日而戰 什麼叫約日而戰 就是兩國要打仗 賈國跟隱國要打仗 打仗之前先派使者 去跟對方講說 我們現在要用戰爭來解決我們之間的爭執 那好 我們就約好 哪一天 什麼時間 哪一個地點 我們去打仗 為什麼戰爭要這樣打 因為地廣人息 國與國之間距離遙遠 不約打不起來 大家站車去找 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敵人 我要跟誰打仗 累死了 就是仗也沒打成 因為要碰在一起不容易 距離遙遠 然後人煙稀少 所以一定要約 所以一定要派使者 然後約好了 挑一塊 大家都覺得這個地點 適合戰車跑 我們說戰車不能在很多 很多複雜地形戰車不能跑 所以要挑選戰場 適合這個戰車跑的 比方打 然後大家約好了 大家駕著戰車到那邊衝鋒陷陣打一場 打完了輸的一方就逃 逃回哪裡 逃回他自己的國家裡頭 逃回自己的城池裡頭去 因為打輸了 不敢出城 獲勝的一方 駕著戰車追追追追到城下 進不去了 因為駕著戰車不能上城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開著戰車開上那個城 對 所以怎麼辦 在城外面 我就圍著你 就說你有種出來跟我打 那裡頭的人就說 反正你有種你就打進來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僵在那裡 所以 輸的一方就躲在城裡頭 獲勝一方就在外面包圍 包圍 包圍的目的是什麼 等待城中的人屈服 屈服是什麼 前城下之盟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這個成語 對 打不贏的那一方 最後不敢出去 對 最後被長期的圍困 沒有東西吃 那只好跟別人 這個投降 我說 你要我們談條件 所以叫微塵逼合 這是早期的這種戰爭形態 車戰是在這樣的一種環境裡頭來進行 好 等到國與國的接鄰越來越接近 戰爭的目的就不再是屈服敵人 而是要攻城掠地 因為 然後雙方 我國家的人口越來越多 我需要更多的土地來養活這些人 所以我要佔領土地 我不是只要屈服你 我是要把你所擁有的一切 變成我所擁有的 所以等到戰爭形態 進入到攻城掠地的時候 你就要深入敵人的土地裡頭去作戰 而必須面對複雜的地形 不再像過去一樣 說我要打仗的時候 我可以挑選地方 我挑選地點 因為不挑選地點 其實也打不起來啦 就這樣 好 那現在不行不能挑 那怎麼辦 你不能再駕戰車 因為戰車在很多的很多的地形 都不能作戰 那怎麼辦 下車 兩腿走路 任何地形都可以作戰 好所以 因為戰爭的形態改變 所以這個 步兵當然就開始崛起 戰車就越來越被 越來越不被使用 所以才會有這個回車以為航的事情 除了戰爭目的改變之外 整個大環境也越來越不適合戰車來使用 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過 隨著人口的增加 土地發展快速 隨著農業技術的改變 傳統的這種 集體跟生產的尤根治 逐漸的被放棄 我們剛才說過 尤根治的特色 因為它是集體生產 即便這個土地被開墾 它的地形也非常的一致 因為你生產的時候 你田梗的方向是一樣的 一定 你不是東西像就是南北鄉 而且你不會記東西像就是南北鄉 因為這樣不方便 地貌會很一致 而這種一致的地形 適合戰車的運動 戰車可以順著這個田梗來開 我們在春秋時代的一些歷史記載裡頭 可以看到這樣的紀錄 就是兩國交戰 然後書的一方被迫 陳夏之盟 陳夏之盟裡頭可能會有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是什麼呢 這個條件就是規定 這一個書的這一方的國家 你的耕作方式不能是南北的 或者不能是東西的 比方說這個賈國跟乙國是東西相鄰 乙國被打國打敗了 賈國規定說你的田梗不可以是這樣耕作 因為你這樣耕作 將來我的戰車就開不過來 我不能再開過來打你 所以他就規定 你要接受我的條件 其中我有一個條件就是說 你們將來耕田一直要這樣耕 一定要東西耕 因為我將來戰車就開過來 你要是哪一天不聽話 我再開過來打你 所以這個就是當時的這種環境下的產物 可是隨著這種耕作方式被放棄 土地私有制度開始出現 農業技術發展了 金屬農具開始出現 一個家庭可以靠著他們自己的家庭的人力 去耕作一塊土地的時候 土地私有制度開始出現 這種制度體制開始出現 我在我自己的私田裡頭 我愛直著耕 我愛橫著耕 這是我的自由 對不對 我還可以這樣耕 然後這邊我種一些桑樹 這也是我的自由 你現在沒有人可以管我 我要斜著耕也是我的自由 對不對 所以地貿就變成複雜 你過去在這種集體耕作的時候 你戰車可以順著這個田耕開 你現在開不過去了 這邊開開開 那一家怎麼他又改變了他耕作的方向 地貿越來越複雜 戰車越來越跑不動 當然戰車要被放棄 第三個是隨著國與國衝突的加劇 戰爭的規模也就擴大 政府開始動員更多的人上戰場 主要動員的對象就是這些 原來沒有當兵義務 沒有當兵責任的這些野人 這些被統治者 那你動員這些野人加入軍隊 這些野人過去也沒有受到什麼軍事的訓練 他們當然不可能上戰車來作戰 沒有我們說的 你上戰車上作戰 往往需要長期的這個培養養成 對不對 他才能夠熟悉 那你臨時動員這些野人上戰場 那他們能做的其實就是步兵 那你說好 那一個國家擁有了許多的步兵 可是假設這個步兵他沒有能力對抗戰車的話 那其實這些步兵其實也沒有用啊 我們就不管說這個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越來越不適合戰車 可是假設這個步兵是沒有能力對抗戰車的 那步兵還是在戰場上要吃虧啊 戰車還是居於這個主宰的力量 那在這個時代 一種新的武器的發展 他給了步兵對抗戰車的能力 這個就是怒 就是怒的出現 怒就是一種機器發射的弓箭 我們簡單來說怒是一種機器發射的弓箭 他比弓具有威力 是因為他的怒 他的硬度比弓強非常多倍 所以他有比較遠的射程跟比較好的穿透力 步兵擁有了弩以後 他可以在戰車逼近之前 把戰車上的人射死 或者把馬射倒 所以他就可以在遠距離以後 克制戰車 因為我們知道 戰車對步兵最大的威脅在於戰車的速度 馬跑得比人快對不對 所以這個戰車可以快速的 逼近步兵 而且憑藉著他的速度 帶來一種震撼 就像你走在馬路上那個車子 高速向你逼近那種震撼對不對 他會把你撞死那種感覺 所以步兵會受到驚嚇 然後這個他會潰散 那有了弩以後 步兵就可以有更多更遠的距離 他可以在戰車離他們很遠的時候 他們就射倒這些戰車 所以他就具備這種對抗戰車的能力 我們看一下這個怒 怒在古文獻裡頭又叫做絕章 為什麼叫絕章 因為怒要張開的時候 你要把怒打開 不是靠著你兩個手的力量 就像一般的弓箭 我們就用手這樣把它拉開 怒因為他非常的強 你要拉開他很難 所以你往往要用踩的 要用全身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這一個圖 這個漢代的壁畫裡頭的上怒圖 一個人又把他兩隻腳踩在弩的前面 然後用力 用全身的力量去拉這個弩的弦 然後把這個弦固定在這個板機上面 然後擊發的時候呢 就拿起來 瞄準目標 然後去按板機 然後板機一鬆這個劍就射出去 弩劍就射出去 所以上怒的時候要靠全身的力量 甚至有兩個人的力量 一個人在前面 一個人在後面 就要拉開他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 這種怒的強度 比一般的弓強非常的多倍 他的威力當然就很大 當步兵擁有這樣的能力以後 他就可以在戰場上克制戰車 讓他成為戰場上的新的主展 所以逐漸的到了戰國時代 我們看到戰車就開始落軍一個附屬的角色 戰車並沒有完全的消失 因為沒有完全消失 可他逐漸成為一個附屬的角色 戰場上的主力變成步兵 好戰車不再成為戰場上的主角 但是他不是真正全然的消失 他並沒有真正全然的消失 在戰國以後的歷史裡頭 我們仍然在戰爭的紀錄裡頭看到了戰車 比方說在漢代 指揮軍隊的官員往往乘車 指揮官他們往往坐在車上來指揮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後漢書的這個彭修傳 這個記載這個彭修他說 他在地方上做官 他說有賊張哲林等數百人作亂 郡炎舟請修守無力 這讓這個彭修去當無限的獻力 這個作為獻印的這個彭修跟太守一起帶兵討賊 賊望見居馬 竟交涉之 非時欲疾 所以很顯然就是說 當時的官員都是坐車來指揮軍隊作戰 所以敵人也知道 看到了有馬車 就拼命的向馬車來攻擊 好 這個因為指揮官在上面 然後自己這個 這個來要馬車來攻擊 好 那這個現立這個彭修 上漢太守 為流石所縱而死 太守得權 他這個 他就擋在這個太守前面 就被劍射死了 可是太守沒有死掉 像這樣的故事 好 那這個重點不在於講這個彭修 重點是在講這樣 這樣這個車子 你看很明顯的 指揮官是坐在馬車上面 來指揮來作戰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種 這個 在戰場上的這個戰車 到了唐代 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漢代的例子 在唐代有一場非常有名的戰爭 發生在7月756年的陳濤鞋之戰 我們又看到了戰車 7月756年 是安史之亂的時期間 我們知道這個唐代 一個由盛而轉衰的關鍵就是 安禄山的叛變 對 安禄山叛變以後 打進了長安城 這個唐明皇的唐玄宗 帶著他心愛的妃子楊貴妃 蒼皇西桃對不對 這個劉文獨讀這個長恨歌的故事 對不對 當然知道這個最後是完轉鵝眉馬前死 君王也面救不得 因為在西桃的過程就發生了軍事政變 這個叛軍逼迫唐明皇殺了楊貴妃對不對 然後呢讓位給他的兒子 就是後來的唐宿宗 當成軍事政變以後 唐玄宗繼續往西逃 就逃進了逃到了現在的四川 新即位的宿宗就往北走 到了現在的這個寧夏這個地方 去依靠當時的 塑方軍的捷渡使郭子儀 那樣郭子儀大家都知道 就投靠這個塑方軍 依靠塑方軍的軍力想要來收復長安 因為長安已經被叛軍占 蘇宗到了這個塑方軍重整旗鼓 他任命的宰相是房管 這是一個讀書人 讀書人號稱文武全才 在房管的帶領之下 唐軍要反攻長安城 他自己請命統軍 所以就看到房管自降中軍為前鋒 他帶著他部隊 要反攻長安 在十月庚子 撕刺長安城外的便橋 然後十月新有 房管的軍隊跟安禄山軍隊 寄於塑陽縣之陳濤寫 身上線就長安了 長安陳濤寫 接戰官軍敗機 敗機就是一敗塗地大敗 大敗 官軍就指政府軍 房管人軍等 為什麼會大敗 使管用春秋車戰之法 以車二千勝 馬步夾之 記載賊 賊順風揚成鼓噪 牛皆震撼 因浮除眾火焚之 人畜搖敗 人畜搖敗 就是人跟牛混亂在一起 為所殺傷者四萬餘人 存者數千而已 所以這叫敗機對不對 這個五萬的軍隊殺了死了四萬多 這叫敗機 好 你看到這一場戰爭的描述 他說唐朝軍隊的主力是兩千輛戰車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這個讀書人房管 他用春秋車戰之法 效法春秋時代的車戰 他的部隊是兩千輛戰車為主力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賊順風揚成鼓噪 牛皆震撼 牛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跑出牛來 為什麼會有牛 沒有嘛 有牛來拉扯 好沒錯很好 因為唐朝軍隊在大敗之後 安禄山叛變以後勢如破竹 唐軍大敗 一路失敗 他們損失了很多的戰馬 當他們現在要反攻長安城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足夠的戰馬 所以為什麼 房管要效法春秋車戰之法 因為安禄山的部隊是以祭兵為主 那他要對抗祭兵 他又沒有足夠的戰馬 所以他就發明了這樣的事情 用戰車來對抗敵人的祭兵 那他的戰車是用牛來拉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會失敗 對不對 因為牛車跟馬車最大差別 就是牛車沒有速度 他的部隊以牛車為主 然後馬步夾之 其實也就是說 這兩千輛的戰車 去拖累了步兵跟祭兵嘛 因為牛車其實走得比人還慢 對不對 如果你小時候看過牛車的話 如果你沒有看過牛車 就只好想辦法去鄉下看看 我給你保證他真的走得比人還慢 或者說人跑起來 至少可以跑得比牛快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個軍隊變成一個非常緩慢的主體 這五萬人的軍隊 兩千輛的牛車 他在那邊運動 敵人遠遠的就看到了 所以敵人可以選擇非常好的地形跟方法 然後牛沒有上過戰場 所以非常容易被驚嚇 所以安禄山的部隊敲鼓揚承 牛就驚嚇 然後安禄山部隊用放火 這火牛鎮就跑出來了 只是火牛鎮方向反的 是衝自己的人 所以就人畜饒半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歷史上的笑筆 就是說有一個讀書人 他要效法春秋車站之法 然後打敗 不過如果我們把整個防管的這個做法 放到當時的時空來理解的話 你不會覺得他是那麼的可笑 就是說你要去嘲笑防管很簡單 就是說打敗這樣的人都很容易被嘲笑 我常常說如果我們研究戰爭史 你只是看那個結果 然後做一些分析 那這種戰爭史非常好研究 各位都可以做 就是說因為歷史是後見之謎 我們都看到那個戰爭的結果 所以我們看到戰爭結果以後 然後我們就去分析說 比方說這個防管為什麼會失敗 然後你大概就可以這樣說 第一個因為防管的戰術很差 他用這個戰車去對抗安禄山的祭兵就是失敗了 第二個你可以說這個唐軍一定是訓練不好 第三個什麼裝備不良 第四個世紀不高啊 大概你都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有人會質疑你嗎 大概沒有人會質疑你 因為唐軍失敗了嘛 你怎麼會說唐軍失敗了 然後你還說這個 唐軍雖然失敗 可是其實他們戰略很高明 第二個他們的軍隊訓練也很好 第三個他們的士氣也很高 你不可能這樣說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只是去分析這個戰爭的結果 然後告訴我說到底兩軍對陣 誰比較強誰比較弱 大概誰都可以做這樣的研究 我常常開玩笑說 這種戰爭史任何人都可以寫 其實真正的意義是我們要把這樣的事件 放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理解 你就不會覺得房管是一個非常奇怪 甚至說他非常的愚笨 這個無知可笑的人物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長期以來 這個中國其實他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的敵人大部分都是游牧民主 中國文化這漢人的文化 他是一個農耕文化 農耕文化是定居築城的這種文化 可是他的敵人是游牧移動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文化的傳統裡頭 對於中國人 對於中國的這些政治人物而言 軍事人物而言 他們經常面對的困境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克制敵人的寄兵 特別是這個隨著時間的發展 寄兵的威脅性越來越大 寄兵的戰鬥能力越來越強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對於中國人而言 那在中國文化傳統裡頭 一直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敵人的寄兵很強 所以我們要用戰車來對抗 就是說這種以車抗祭的這種觀念 其實在中國文化裡頭 是很強的一個傳統 你不只在唐代看到防管 他想要以戰車來對抗祭兵 存求車戰之法來對抗祭兵 你在北宋唐之後的北宋 你仍然看到北宋的軍臣在討論如何用戰車來對抗祭兵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敵人是契丹人 而契丹人是以祭社建廠 北宋神宗曾經因為恐懼契丹的入侵 下令廣征民間的車輛 他希望以車抗祭 所以他怕契丹人來入侵 就是下令征掉名車 當時的大臣 這也是一個文人叫沈瓜 對神宗的這樣的政策提出的質疑 所以沈瓜跟這個神宗有這樣的一個對話 就是沈瓜問神宗說 為之車將何用 他說現在你下令說叫我們去征掉民間的車輛 他說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皇帝說你要做什麼 這上約上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就說北人多馬常以此取勝 非車不足以當之 你看他講得很清楚為什麼我們要車 因為敵人是寄兵建廠 所以我們要用戰車來對抗 瓜對曰 車戰之力鑒於歷史 他說我們看歷史 看歷史 我們的確看到一些什麼 車戰的這個優勢 或者用戰車來作戰的例子 他說可是呢 我有一件事情我搞不懂 這個承擔未知一事 他中間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就不講 我們就看沈瓜後面說 他說可是我有一件事不知道 古人所謂輕車者 冰車也 無欲則賢 利於輕速 他說呢 古人的冰車是什麼 是一種輕型的車輛 他的好處是非常的靈活 所以他就不管這個轉彎啊 或者運動啊輕速 既輕又快速 這是這是沈瓜的詮釋啊 其實我想我們之前談這個春秋的 從商代到春秋的這個戰車 我們其實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戰車是不容易折旋的 是不容易 他轉彎那些其實不方便 不過這個是沈瓜 這個北宋的文人 他的說法其實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理解不一樣 不過我們看他後面 他說那古代的車子 是輕巧 有速度 他說聽民間之車 重大追捕 以牛晚之 你看到了 他說可是你現在去爭調這些車子 這些車子是牛車啊 民間用的不是馬車 因為在北宋這個社會上面 馬的數量有限 一般的平民根本買不起馬 因為馬的價格很昂貴啦 只有統治者那個官員 才有錢去騎馬 一般的人民他們用的是牛 他說你現在爭調來的都是牛車 重大追捕 然後又有牛 日不能行三十里 你叫他一天走呢 最多也走三十里 也就是說呢 他其實走的比人還滿 如果各位不相信 你知道現在這個 找一個這個農村去看看農村 有的時候還可以看到牛車啦 雖然已經非常非常少 你去看看你跟他比 你一定比得過他這樣 因為牛車真的是很滿 然後他說 燒蒙雨雪 則西部不盡 西部就是連一小步 你又碰到如果是下點雨雪 那個道路擬擬 那這個車子完蛋了 根本動都不能動 故事未知太平車 所以他說 一般民間呢 叫這種車叫做太平車 所謂太平車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車子 只有太平盛世可以用的 不能拿來打仗 或可是於無事之日 恐兵肩不可用耳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神瓜很婉轉的跟皇帝講 你下了一個很笨的命令 你這個命令 一點用都沒有 你去增掉了再多的名車 你還是不能抗祭 這個不可能的 那各位大概可以猜一下 就是說假如你是神中 你聽到了這樣的一段批評 你的反應是什麼 他倒沒有下令去做新變的車輛 他下了一道很有趣的命令 他下令這些大臣去討論 這個冰車到底是什麼 因為神瓜跟他說說 我們現在你看到的車子都不是冰車 那為什麼沒有冰車 因為長期以來 軍隊不再用冰車來作戰 冰車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 冰車用於做戰爭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到了宋代你看到的車子 他都不是為了戰爭目的而存在的 或者為了戰爭目的而設計 所以皇帝就下命令 叫這些文臣 因為神瓜跟他說 他說 古代的冰車跟我們現在的車子不一樣 所以神中就下令說 大家去討論到底什麼是古代的冰車 古代冰車應該要怎麼做 他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的確神中下令 可是你大概也可以猜到這樣的 秘密的結果是 最後沒有下文 因為你可以想像 北宋的時代距離 春秋車站的時代已經有1000多年了 誰還搞得清楚 春秋時候的車站是什麼 各位很幸運 你們現在透過考古的挖掘 你可以看到商代的戰車 對不起宋代人是看不到的 他們就算把他挖出來 他們也不知道那是商代的 因為他們現在沒有現代的考古技術 去了解那個真的是古代的冰車 所以他們不知道 他們根本不知道 所以這樣的祕密下去 當然就沒有下文 因為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就是說像神瓜這樣的人 他只知道說 古代冰車跟我們現在是不同的 那你問他說古代到底是什麼 他怎麼知道 他從來沒看過 任何的書本其實也沒有 記載這樣的資訊 所以因此這種 以車抗計的概念 他就僅止於一種概念 他沒有辦法落實於實際的戰爭 唐代有一個文人 有一個文官 要讓他落實於實際的戰爭 就大敗 北宋的這個 宋代的這些軍臣要討論 以車抗計 他僅止於我們看到的這種 言談跟文字 他並沒有真正的落實 可是這種以車抗計的概念 並沒有消失 等到我們跟各位介紹明代的時候 你會看到明代是中國戰車的一個復興的時代 明朝人開始坐戰車 目的一樣為了對抗蒙古人的祭兵 他們主要的外敵是蒙古人 前期都是蒙古人 後來變滿洲人 都一樣都是為對抗祭兵 所以我們講到明代的時候 我們會再跟各位提到 再再一次提到戰車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種以車抗計的概念 他可以說在很長的時間 沒有被真正的落實 可是這概念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然後到明代 明代的政府跟軍隊 又真正的試圖把它落實 不過結果我也可以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就是結果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當然是結果還是失敗 那為什麼會失敗 我們講到明代的軍隊的時候 再跟各位來說明 好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車站從春秋時代開始沒落 可是這種用車站 使用車站的概念並沒有消失 只是這種概念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切合實際 所以你在現實的戰爭中 很少看到戰車真正的運用 而且即便運用了 通常結果也不好 好 那我們對於車站的介紹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書目 這個 各位如果要做進一步的閱讀跟了解 可以來看 第一個是許卓英的西周史 他介紹了這個 簡單的介紹商代跟西周的戰爭 這個裡頭有幾 幾張比方說 你看26頁 76頁到82頁等等 大家可以 西周史當中是一個 這個變成一個非常經典的 你要了解商代跟周代的歷史的一個 的一個重要的參考的作品 然後楊鴻 第二本書楊鴻 楊鴻是研究中國古兵器的大師 他已經過世了多年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者 他有一本書叫做中國古兵器論從 如果你對古兵器非常有興趣 這個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然後另外一個研究中國兵器的重要的作品 就是第四本 就是周一的中國兵器史稿 這也是一個就是大家經常會引用的 講到兵器的歷史 我們在這邊對於兵器的歷史的討論很多 非常有限 那如果你是對這些問題非常有興趣的同學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看這些書 然後杜正勝的這個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形成 是對於這個研究春秋到戰國歷史演變的一個重要的 作品他在這個第二章的地方就有提到這個 西周時代軍隊的組成的相關的問題 大家可以參考 那當然這本書也有談到一些這個春秋戰國時代軍隊組成的 這個相關的問題 這個我們在第三章有再跟各位進一步的討論 好 西地方 西方 西方 iß 西方 西方